我的情敌突然有了一个超能力 他可以让他爱的人也爱他 他用这个超能力抢走了我的女朋友 那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 我去设备室里拿网球拍的时候 看见两个人围着一个男生在推散 中间那个男生低垂着头一动不动 我握着网球拍 冲那边喊了一声 那两个男生朝这边看了一眼 然后走了 我走过去朝地上的那个男生伸出手 问需要帮忙吗 那男生抬起头 脸上的神色是习以为常的麻木 他视线定格在我朝他伸出的手上 然后转到我脸上 说的却是不相干的一句话 他问 你知道柳如烟为什么会喜欢上一腾城吗 我脸上的微笑慢慢消失了 柳如烟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已经分手快三个月了 因为他爱上了校草一腾城 我们分手分得挺不体面的 也挺老套的 一腾城追了我女朋友挺久的 我和他第一次打交道 是在我刚考上柳如烟的大学的时候 柳如烟带着我办理入学手续 带我买生活用品 最后带我熟悉校园 我们是在志远楼旁边的小道上 被一腾城堵住的 他整个人盛气凌人 他居高临下地打量我 问柳如烟 所以 这就是你的男朋友吗 也不怎么样吗 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 这口气令我不舒服 但我不想越祖带袍教训他 所以看向柳如烟 他看着身前的一腾城 神色冷漠 面无表情地问 你哪位 一腾城的脸 在不可置信中阴沉下来 最后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眼 转头走了 后来我和柳如烟的舍友一起吃饭 他舍友笑着跟我说 你不知道 你没进校前 一腾城在柳如烟面前晃了两年 就这样 他都记不住校草那张帅脸 我要是校草 真的要羞愤死了 柳如烟仿佛没听见 套着手套 在一旁专心致志地 给我包小龙虾 后来 一腾城断断续续地 来找过我几次麻烦 翻来覆去就是说 我配不上柳如烟 我对他这些幼稚的行为 并不以为意 那个时候 我仅仅只把他当作 长不大的幼稚男 从小到大 柳如烟一直不缺人喜欢 从初中到大学 一直有人前扑后继的挖墙脚 不过他一直不为所动 他太过优秀 我相信他 所以从不曾在意 他的这些桃花 他知道分寸 柳如烟记住一腾城的这个名字 还是因为他经常来打扰我 我烦不胜烦 后来不知道柳如烟跟他说了什么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一腾城最后一次当众和柳如烟表白 是在校庆一百周年上 他独舞后站在舞台上 当着所有的师生的面对柳如烟说 这首舞是献给你的 整个礼堂人声鼎 不少人发出起哄声 我当时坐在柳如烟的身边 知道我和柳如烟关系的 都转头瞧我的神色 我镇定自若 窥然不动 然后听见身边的柳如烟 语气很平静 且得体地对一腾城说 谢谢 你跳得很好 我男朋友也很喜欢 他是脸飞着 跑下台去的 后来 再后来 就是时隔没几天 柳如烟突然毫无预兆地站在我面前 跟我说他 似乎喜欢上了一腾城 他们都说 柳如烟是终于被一腾城打动了 可是现在 这个陌生的 看起来经常被人笑抱到麻木的 有些阴郁的男生 一字一句很认真地跟我说 我知道你的女朋友柳如烟 为什么会喜欢上一腾城 这个男生叫王军 和一腾城一个宿舍 因为大一开学 不小心踩到一腾城的武鞋 所以被一腾城校园暴力孤立至今 他好像是 为了感谢 我今天这微不足道的多管先生 他跟我说 那天 一腾城从大礼堂跑回宿舍的时候 我也在 只不过床脸挡住了 他没看见我 他一直没出声 后来我听见他在跟人说话 他很惊慌地 一个人自言自语 问你是谁 然后他的语气就将信将疑 说你真的 能让柳如烟爱上我 后来我就没听到 我先开床帘偷偷看了一眼 他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就好像 就好像他身体里 有另外一个人一样 王军看向我 我当时以为 他是在全校师生面前 丢脸崩溃 产生一症 可是后来没过多久 你的女朋友 柳如烟就爱上了他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王军笑笑 自己站起来 临走前跟我说 我知道这个很荒诞 但我没有骗你 我本来不想多管闲事 但看着一腾成过得太得意 我很不爽 他说完就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 明明是剩下 可我后背 还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拿着网球拍 心不在焉地往回走的时候 在路上碰见了柳如烟和一腾成 他们没有看见我 毕竟他们在哪里 都是人群中最亮眼的存在 我在体育场外的小道 他们正在操场中央打网球 一腾成穿着白色的衬衫 他对面的柳如烟 很青春 两个人只是站在那里 就像是天作之河一样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就走了 路上我一直在想 王军跟我说的话 他的话虽然荒诞 但我和柳如烟的分开 确实仓促又突兀 因为他是很突然 跟我提分手的 在他和我提分手的前一天 我们还在商量 暑假要去哪个城市旅游 他想去三亚 但我想去道成 我们争执一路 最后在宿舍楼的 那棵乡章树下 他说 道成太辛苦 我怕你累 我双手还住他的腰 在他怀里仰头看他 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迷人的少女体香 我笑眯眯地说 有你在 我不累 他皱着眉 故作苦恼的样子 但满脸都是娇羞的笑意 他说 就知道用唐衣炮弹蛊惑我 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说 你说去哪就去哪吧 我笑 最后我记得 我在进宿舍前 还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站在那棵乡章树下 长身玉立 笑意淋淋地望着我 夏日的晚风中 有种植物的清香 这只是我们无数次中的一次 最无比寻常的普通分别 天一亮 一睁眼 他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可我没想到 这成了我们很长的时间里 最后一次正常的相处 因为第二天 他就站在我面前 神色温和但陌生 他漆黑的眸子 像是最深最浓的叶色 但藏着我看不懂的神色 他对我说 几波答 我们先暂时分开吧 老实说 我的第一反应 是有点不真实 就像这只是 我做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噩梦 只要我醒过来 就会发现 现在这令我恐慌的一切 都是虚惊一场 可我视线往后移 看见站在他身后的一腾城 那个追了柳如烟 很久的舞蹈戏笑草一腾城 他高傲地站在那里 下额微微上扬 像是大发慈悲 施舍手下败将 站在那里 目光悲悯又得意地望着 我其实脑海中一片江湖 并且晕眩 但我这个人有个优点 就是越慌张的状态 就会越镇定 我死死地用指甲掐进掌心里 冷静地看着 站在我面前的柳如烟 我问 你说什么 你要为了一腾城和我分手 我从没见过柳如烟这个样子 靓丽的脸上是陌生的神情 他的眉头紧紧凑在一起 眼神似乎有点茫然 但很快归于瓶颈 他像是也十分不理解 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但他顿了顿 还是说 对 几波打 对不起 我只是好像突然爱上了一腾城 我犹豫了很久 觉得应该坦诚地告知 你我现在的感受 我扶住旁边的墙 才不至于倒下去 故事到这里 实在太多年的感情 不可能说放手就放手 我一直不同意分手 后来一腾城约我聊一聊 我单枪匹马地就去了 他要跟我聊一聊的方式 就是约我打网球 三局两胜 他赢了我就要大方放手 和柳如烟分手 这种事现在看真的很无语 我自己的女朋友 我竟然要通过一场比赛去留住他 女人若是变心 你怎么留都留不住 不如潇洒痛快点放手 赢了输了 又有什么用 可那时候 我身在局中 看不破也想不透 没有多想就去了 我从小就在网球俱乐部打球 他跟我约网球 我实在是不知道他的用意 但秉承着公正 公平 公开的原则 我一再和一腾城强调 我差一点就成网球职业选手 他当时微笑 说没关系 于是就打了 当然毫无悬念 他被我碾压得很惨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中间柳如烟听见通风报信来了 站在球场边 第一局结束后 一腾城几乎要摊趴在操场上 他猝眉 静止走到我面前 跟我说 几波打 手下留情 我握着球拍看着他 就像在看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小时候就对网球很感兴趣 初中时就已经能超越我的教练 但我和教练对战的时候 一直不敢使全力 怕他输给学生后会难过 和柳如烟倾诉的时候 他曾摸着我的手 很温柔地说 几波打 这是你的热爱 你不应该为了任何理由 不全力以赴 可是现在 没有任何预兆的 他站在我面前 为了另一个男人跟我说 几波打 手下留情 我和柳如烟 是学校公认的教队 他比我大一岁 比我先考进A大 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据说他一直是学校的高领之花 曾经他那个物理系魔头教授 还想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他 只不过都被他婉拒 理由是他在等一个人 一年后 我考上他的学校 大一刚入校 就备受瞩目 很多人都闻名想来看看 柳如烟学姐等一年的男朋友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青梅竹马 他两岁的时候 就指着墙包中的我说 弟弟 老公 惹得几个大人 笑得前仰后合 小学的时候 他辅导我做功课 每天手拉手送我回家 初中的时候 他教训过欺负我的小混混 高中有人跟我告白 我故意把情书 夹在物理书里 他在辅导我功课的时候 毫不意外地看见那封信 我一直期待 看见他吃醋的表情 可他不动声色地微笑 看起来一点情绪的影响 也没有 我当时还很沮丧 直到高三毕业 我从考场出来 他一直站在考场外等我 跟我说 我终于等到你长大了 他是个很优秀 很有目标规划的人 他人生规划的每一步 都有我的影子 可现在 我只觉得荒诞 所以 第二局我打得比第一局还狠 直到一腾成为了接我一个球 狼狈地摔倒在地上 他捂着脚踝 好像扭到脚一样 然后他顿了顿 还是想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副为爱执拗不服输的样子 真是令人感动 就是这个时候 柳如烟在一片尖叫声中 从场外 走到一腾成的身边 他在一腾成正愣的眼神中 接过他手中的网球拍 然后转头看向我 漂亮的脸 看不出什么表情 只是语气很平静地问 我带他和你打两局怎么样 他站在了我的队里面 为了保护别的男生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只能傻傻地看着他 等明白过来后 心脏控制不住地抽痛了 我放下球拍 转头看向一脸惊喜 望着柳如烟的一腾成 我忍了又忍 才能在那样多的人面前 维持住我的自尊和体面 我对一腾成说 你赢了 他是你的了 我和柳如烟 就是这样分手的 后来想想 我当时应该把球拍摔他俩脸上的 我和柳如烟的分手 震惊了很多人 我的社友宋良 一直不可置信地问我 你说什么 柳如烟和你分手 他跟你提分手 不过很快他就不震惊了 因为一腾成搂着他 走遍整个校园 所有人都知道 我被一腾成翘强角成功 宋良笨拙地安慰我 甚至也不把柳如烟当女神了 认识我的人 都避免在我面前 提起柳如烟和一腾成 但校园就那么大 我总会有遇见他们两个的时候 第一次看见他和一腾成 在宿舍楼下接吻 是我去柳如烟那里 拿我妈妈给我寄的东西 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 还会将我的东西寄给柳如烟 让他带给我 然后在宿舍楼下 我看见一腾成再吻他 他其实站在原地没有动 一腾成还着他的腰问他 一个被动的姿势 那个吻一处急分 一腾成走了之后 柳如烟还站在原地 目送他离开的背影 直到他转过身 和我四目相对 我其实想表现得更法度大方一点 不想做因为女友变心分手 就反目的 可这从来没想过的一幕 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是柳如烟啊 从小到大 一直坚定选择 我的柳如烟 他不是见一次千的渣女 也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的海贺 他有很严重的洁癖 却能毫不避讳地 吃我碗里剩下的饭 他性格冷漠 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可一道物理大题 他能反复温柔地跟我讲鼠面 直到确认我完全理解 并且会举一反三 他记得所有关于我的细节 记得我的喜好 妥贴照顾我的一切 他说过 大学一毕业 我们就结婚了 我停顿了一下 然后将发抖的手背在身后 甚至微微扬装 无所谓地笑了笑 然后跟他说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我来拿东西 柳如烟站在原地看着我 神色微微一动 然后他抬手捂住自己的心脏 眉心紧紧地猝起来 像是看见什么 让他心烦意乱地烦躁的东西一样 他说 别哭了 我抬手随便摸了一把脸 干干的 我一个大男人才不会哭 我这个人性子要强 从不会在人前哭 可能是神色太过悲伤 所以 让人以为在哭泣 我抬眸冷静地望着他 他却突然偏头 看向远方的天空 问我 几博答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他是要跟我说 他和伊藤诚是真爱吗 我皱起眉 没想到他话风一转说 爱情在普通人看来 就是多巴胺 肾上腺素 虚假肾上腺素 内非太荷尔蒙 等一系列物质 在身体里的作用 让你对眼前这个人 产生一种类似于爱情的感觉 我静静地看着他 打断他的话问 你要是想跟我倾诉 你对伊藤诚的感觉 那大可不必 我并不是太想听 他微微笑起来 有些苦涩和怅然 眼神有些悲哀地望着我 继续说 可是身体不可能 永远背负这些激素去生活 所以 浮于这些激素的感情 总归有一天会消失 只是在那之前 我拒绝不了伊藤诚 我当时忍了又忍 看在以前我们 那么多美好的过往的份上 才没上前 一脚踹到他身上 我冷笑着问他 你说这么多 是想说 你的身体 在这些分泌物质的控制下 拒绝不了伊藤诚的追求吗 他顿了顿 在我转身离开前 我听见他说 我拒绝不了他跟我提的要求 最后他说 吉博达 我很痛苦 那时候 这些不以为意的小细节 在此刻 突然一下子 涌进我的脑海里 那时候他跟我说痛苦 那是从小到大 我第一次看见脆弱的他 他在我的成长生涯中 一直承担一个保护者的角色 我一直以为他的痛苦 是因为控制不住的变心后 带来的道德上的谴责 柳如烟是一个 对自身要求束缚很高的人 他有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 变心这种事情 他可能以为 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可是 他发生吗 现在想想 如果 如果王军说的是真的 真的是伊藤诚借用某种办法 让柳如烟爱上他 那柳如烟的痛苦 就很好理解 他在外力的作用下 背叛自己的男朋友 对另一个不喜欢的人 因为体内多巴胺 内非泰荷而蒙等因素的作用下 产生类似爱情的感觉 他不知道原因 只会以为自己突然变心爱上别人 他拒绝不了伊藤诚提出的要求 他这样骄傲的人 这对他来说 是一种无声的凌迟和折磨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又想起另外一件事 那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二个人 那时候校运动会 我报名了800米接力棒 命运何其巧妙 安排我和伊藤诚在出赛相遇 并且都是最后一棒 柳如烟站在赛场边 依旧美丽高了 只是销售不少 我看见柳如烟的视线 从我身上掠过十顿的顿 下一秒 伊藤诚走过来 他看了看我 然后不意将脚伸在柳如烟的面前 用一种得意的 以止气使的语气 说 如烟 你帮我检查一下鞋带 我看见柳如烟眉头皱了皱 然后他有些冷漠地说 自己检查 伊藤诚吃了个扁 有些不依不饶地继续说 我不 我就要你检查 话音到后面 其实隐隐有些命令的语气了 我当时下意识抬头望过去 在偏过头前 我看见他在伊藤诚面前 一点点单膝蹲下的身影 我呼吸凝滞 心口呼啦啦地往里灌着冷风 柳如烟从小到大 帮我记过很多次携带 对我自然而然地关心和体贴 可我没想过 有一天他会蹲在别人的面前 可那不像是情人间的体贴 他的神情让我觉得 他是在被人侮辱 可要是他不愿意 谁能勉强得了他呢 我一路走一路想 直到回到宿舍 宋良打断我的思绪 我只好把王军跟我说的那些 都暂且放下 我陪宋良一起抱了一个攀岩社团 今晚是社团活动 社长似乎有事情要宣布 我和宋良一起到要聚餐的地方的时候 看见一个老熟人 是伊藤诚 他坐在社长的右手边 笑得很张扬 社长举起酒杯 说欢迎新社员入团 宋良脾气抱 在他爆发出来的时候 我在桌子下面按住了他的腿 他看我一眼 将涌上嘴边的国骂咽了下去 我只想维持场面上的体面而已 我和柳如烟 伊藤诚的八卦新闻 在学校里不是什么秘密 桌上的人望望我又望望他 最后有人问社长 入团报名都截止多久了 他怎么还能加入进来 伊藤诚挂在脸上的笑意将 明明是别人问出这个问题 可他表现得像针对他的人是我一样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莫名其妙 社长笑得有种 稀释宁人的何事老的意味 说 伊藤诚同学对我们社团极其感兴趣 所以大家欢迎一下 桌上的人稀稀拉拉地举着杯子 没和伊藤诚碰 都自顾自地喝 场面有些尴尬 快散场的时候 伊藤诚给柳如烟打了一个电话 语气轻挑 我这边快好了 你来接我好不好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伊藤诚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用了命令性的语气 我不 柳如烟 我要你来接我 然后他挂断电话 有些得意地望着我 散场的时候 宋良我要不要退社团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得心有亏 需要回避的那个人 从来都不会是我 出去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等在餐馆门口了 应该是听伊藤诚的话来接他 我和宋良出去的时候 他靠着墙 他比我上次看见他 似乎又瘦了不守 他抬眸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低下头 我身后的伊藤诚 扑上去揉住他的腰 被他皱着眉 伸出手推开了 伊藤诚开始越来越频繁地 出现在我的周围 除了攀岩社团 我还喜欢在周二和周五的晚上 泡图书馆 周末去当地的养老院当义工 我喜欢和老人家交流 他们有经历 岁月沉淀下来的睿智和安详 发现不对劲 是我在太多场合 偶遇伊藤诚 固定时间的图书馆偶遇就罢了 可我竟然在养老院 也能碰见他 迟钝如宋良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有些犹疑不肯定地问我 吉博答 你觉没觉得 伊藤诚一直在观察模仿你 他模仿我的穿衣风格 模仿我的生活作息和爱好 他好像想把自己 变成另外一个我 就好像这样 他能得到什么一样 能得到什么呢 我能想到的 只有柳无焉 我没有说话 宋良看着手机转移了话题 看群 这周 我们要去乐山那边的人工攀岩石 举行社团活动 真烦 又要看见伊藤诚那张脸了 我没说话 我想 或许不只是伊藤诚 可能还能看见柳无焉 我的猜想并没有错 到达场地的时候 伊藤诚已经到了 柳无焉面无表情地站在他的身后 沉默地像一尊雕塑 他以前其实也是个很冷淡的人 但那是一种有礼貌的冷淡 是在社交距离外点 到极致的不冒犯 可他现在的冷漠 就像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视线上仪 是同一个社团的一个女生 有些腼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递给我一瓶水 和一袋蛋糕 说 给你早餐 我愣了愣 然后大方帝接过来 得体地道谢 他脸微微红了 然后就走了 伊藤诚拖着柳无焉走过来 笑得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呦 这么快就有新的备胎了 柳无焉也望着我 他的眼神像是一弯被冰封的潭水 死气沉沉 可很快就偏过头去 我看见他低着头 嘴角微微下沉 他生气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副表情 我莫名地有些烦躁 我抬眼看着伊藤诚 第一次露出对他极度厌恶的表情 我说 别再惹我了 伊藤诚 我不会再对你客气了 很显然 他没把我的这句话放在心上 伊藤诚抢在我身边 我们在一条人工攀岩道上 在我们离地面 还有大概一两米的距离的时候 他突然迟迟地落下去 地上虽然有一层保护泡沫 但他还是蜷缩着 身体很难受的样子 他捂着腿 仰头含恨瞪着我 有些委屈一样 说 柳激博打 你干嘛办我 我从攀岩上落下来 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直到所有人都围过来 社团社长蹲在他面前 按着他的脚腕问 没事吧 伊藤诚在地上 朝柳如烟伸出手说 我好痛 柳如烟站在原地没有动 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我实在是忍不住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 问他 你伤到哪里了 他抱着自己的右腿 我扫了一眼 然后抬手狠狠地 朝他腿上劈了个手刀 他是学舞蹈的 我掌握了点分寸 这次他痛哭的声音 就真是很多了 他气急败坏地尖叫 吉博打 你干嘛 我冲他弯了弯唇 说 把你家猪在我身上的 污蔑落实啊 笑意不及眼底 我冷漠地看着他 伊藤诚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不要再来惹我了 他像是 被我的眼神吓到 往后色缩了一下 然后像是找救兵一样 喊柳如烟 我抬头看向柳如烟 他是个狠护独自的人 我将他喜欢的人 半倒在地 他会如何责备地望着我呢 可我和他的视线对上 过了片刻 他暗沉沉的眼里 突然轻轻晕晕上了一层笑意 我本来疑心 自己看错了 但他嘴角也微微上扬 是从分开后 我见到他露出的第一个微笑 他含笑望着我 这眼神就像 就像我以前独立 做出最后一道物理大体 他加许的笑意一样 社团活动结束后 我在医疗室外 听见一鹏城 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不管 我已经越来越 控制不住柳如烟了 你不是说 你可以让他爱上我吗 爱上我后 他就会听我的话 可是现在为什么 他离我越来越远 他刚开始 明明很听话的 我让他和柳基博大分手 他潜意识里那么抗拒 但还是顺从了 我让他来替我 跟柳基博大打网球 他就来了 可现在 我连让他 陪我逛街他都不愿意 而且我不明白 他明明已经爱上我 为什么一直不愿意 让我碰他 连牵手都抗拒 也从来没有答应过 要做他男朋友的要求 什么爱上 是一瞬间的事 爱下去 才难 我不听 我只要他 回到最初那样听话 我把自己的舞蹈天赋 抵押给你了 我还能有什么 能交换的 我英俊的脸 不 不行 最后 他的声音是压抑的尖锐 又带点哀求 我求求你 后面声音渐渐响下去 我松开握住门巴的手 一步一步安静地退回去了 走到外面的时候 柳如烟鞋背着包 站在外面 绝美 安静沉寂地盯着手机屏幕 浑身都是压抑落寞的气质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自己那刻的心情是什么 像是真相昭然若接后的大石落地 他从来都没被判过 他是身不由己 我不知道 一腾成是和什么做的交易 我只知道 他一直在努力地抵抗这种控制 那一瞬间 心疼和委屈交织过来 又有一种劫后重生的喜悦 就像身体最深处 已经死掉的一株植物 从心底一点点地探出了头 舒展开了叶子 我不知道 为什么想到我初三的一件事 那年 我爸妈一直在闹离婚 那段时间是我最叛逆的时候 我不学习 逃课 打游戏 不回家 离家出走 柳如烟找到我的时候 我坐在一家便利店待了一天一夜 那时候还下着暴雨 他找到我的时候 浑身湿漉漉 我以为他会骂我 但他看见我的那刻 脸上一瞬间放松下来的表情 令我安心 他那个时候高三 在市里不能经常回来 那次 是翘可怜夜赶回来的 我不知道 他找了多少个地方 才能在一家随处可见的便利店找到我 他只是湿漉漉的 很安稳的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 然后朝我伸出手 说 走 我带你回家 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们叫不到车 我们是牵手走回去的 路灯风黄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只能听见他的声音 他说 大人有大人的选择和道路 不管他们在一起还是分开 对你的爱都不会变 你不能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 去左右爱你的人的意志 他顿了顿 与其坚定而有力度 他说 几博答 不管怎么样 你都有我陪着你 那是18岁的柳如烟 在时间岁月的缝隙中 一直不变的柳如烟 大大是感受到我的注视 他偏头朝我望过来 我含着爱意 冲他微笑 他微微愣了愣 我在心里想 这次换我走向你了 柳如烟 他一直在照顾 当我的保护伞 那么这次 换我来维系我们的爱情 我在他诧异的目光中开口 我说 柳如烟 你说过 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陪着我 和你一样 我也会永远坚定地走向你 我开始重新追求柳如烟 所有人都非常吃惊 甚至连送粮都默默地在宿舍 给我放了好几天的 王宝串挖野菜的视频 暗示出轨变心的女人不能要 我只能微笑 我并没有大张气部地追求 我只是重新建立了 和柳如烟的联系 他社友都很喜欢我 我偶尔和他们 一起玩游戏开黑 他们会把柳如烟拉上 分手后 第一次和他们舞排的时候 柳如烟似乎愣了愣 都忘记选英雄 系统自动帮他 选择了一个辅助 他室友都在笑他 我也笑 开麦说 等一下跟紧我 小辅助 他操纵着短腿的治疗萝莉 跟在我身后 仿佛亮呛一下一样 沉默着 没有说话 我会重新和他微信聊天 只是一些我妈寄过来的零食 有他爱吃的鱿鱼和酥炸紫菜 我会若无其事地问他要不要吃 他隔了很久问我 不恨我 在他在网球场上 拿过伊藤城的球拍 站在我的对立面的时候 我是恨过的 我性子要强 从不主动 如果他是真的变心 我会断了和他所有的联系 可这不是他的自由意愿 他是被人操控 如果我因为这个 就放弃他 对我这么多年的保护和守护 失去对他的信任 那如果有一天 柳如烟清醒过来 该会是多么悲哀 我就这样轻易地 随便地放弃了他 我没回他 只是在当晚 把他爱的鱿鱼和酥炸紫菜拿给他 他沉默地从我手中接过 我看见他通红的眼 他说 对不起 顿了顿 又说了一句谢谢 我微笑 在心底溃疼 又有些心疼 他永远 不用对我说对不起啊 一腾成是第二天来找我的 他站在我的教室门口 骂我是男小三抢人女朋友 我还没说话 班里 已经有看不下去的同学直接对 说谁男小三呢 柳如烟 不是你从几博达那里抢过来的吗 对啊 要是骂人男小三 你先骂你自己 而且 我听学长学姐们说过 柳如烟学长 只是和几博达分手了 他好像没承认过你是他男朋友吧 对啊 连手都不愿意牵 算哪门子的男朋友 他的脸清了白 白了紫 我在这个无比感谢我的这些同学 虽然大学交集不多 他们对我的出口相助 或许也是因为一腾成平时的风评 太过差的缘故 我走进一腾成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 一腾成 你可以使用超能力 让你爱的人也爱上你 可你知道吗 爱是 发生在日积月累的每一分每一秒之中 你可以让柳如烟瞬间爱上你 可你没办法 让他永远爱着你 换句你能听懂的话来说 即使你能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地使用超能力 但他不爱你 总有一天 他会对你的能力免疫 他的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 我怜悯又可悲地望着他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似乎丑了很多 眼睛变小 脸庞变大 还长了不少雀斑 我问 抛开舞蹈天赋和英俊的样貌 你还剩下什么 可以用来做交易吗 他眼神震惊 像恶毒的 吐着杏子的毒舌 这眼神令人不舒服 等柳如烟一路跑来 一腾成已经濒临崩溃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来的力量 扑上来掐着我的脖子 用一种绝望尖锐的语气 看着柳如烟 命令地说 柳如烟 我要你说我是你的男朋友 我的心一点点揪起来 我不知道一腾成心交换的超能力 对柳如烟的影响有多大 他低垂着眼 态度冷漠而疏离 带着明显的厌恶 他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是 从来都不是 一腾成手上的力气 一点点地松开 最后绝望地摊坐在地上 崩溃地哭出声来 我望着他 有些可怜他 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付出了所有 他的目的和动机 是出于爱 还是出于占有欲呢 我扪心自问 如果我和他一地而处 我获得这个超能力 我可以让我爱的人也爱我 那我会不会使用这个超能力 我不会 爱是自由意志的沦陷 可你爱的人 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若我通过这种手段得到他 那是占有欲 不是爱 最重要的是 即使他能一直爱着我 一直到我们结婚 在婚礼上宣誓的时候 神父问他爱不爱我 他在满堂宾客的祝福目光中说爱 我们的家人 含笑鼓掌祝福 但只有我知道 他说爱我 是因为我对他使用了超能力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如果没有超能力 他会不会爱上原原本本的我 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 一腾腾被带走之后 柳如烟送我回宿舍 他站在我宿舍门口等我进去 在他转身前 我突然问 之前我们说 暑假不知道是去道场还是三亚 我想好了 柳如烟 我们去道场了 他的背影顿了顿 过了很久 我听见他些微哽咽的声音 他说 好 他说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理我了 他一直没有转过来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当然他也看不见我 我问他 多巴 内飞泰 既然你觉得自己爱上了一腾腾 你为什么不愿意 让他做你男朋友 他沉默 声音低沉 我只是在心底潜意识里觉得 如果那样 我会彻底失去你 我不愿意 启博答 不管你信不信 我一直在努力地挣扎 鼻头一酸 我继续问 你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可以拒绝一腾成的要求的 那天 你来宿舍楼下找我 看见一腾成亲我的那天 我转过身看见你的表情 你明明没有哭 可我就是感觉 有眼泪滴在我心上 让我心脏蜷缩进完的疼痛 我有些讶异 我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 他背影有些萧瑟 我仿佛能看见他的苦笑 这样脆弱的柳如烟 他在我面前 终于不再是个 无懈可击的保护者角色 原来在爱情里 他也会犹豫 也会不确定 也会伤心和绝望 他说 我变心了 我怕你嫌弃我 我 我没办法接受 你用冷漠恶心的眼神望着我 我从他背后抱住他 将一腾成的超能力告诉他 我问他 你信不信 他顿了顿说 信 柳如烟 我将他的脸贴在我的胸口上 失而复得 总是令人愉快 可内心深处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怅然 我说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他说 好 最后我松开手 目送他的背影 就像我们分手前 我们商量去哪里旅游的那晚一样 空气中有香樟树的清香 他站在那个香樟树下 长身玉立 笑意盈盈地望着我 眼神是一出的温和宠溺 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双向奔赴 我很幸运 也很勇敢 没有轻易地说放弃 余生那样长 我知道 我们会永远陪在对方身边 彼此守护 全文完